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一次我们来思想主耶稣 祂长大的地方就叫做拿撒勒城 那我们来思想第一方面 耶稣在拿撒勒长大 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 第21到23节 圣经讲 若是就起来 众爷爷爷和他老婆 带到这些地方去 只听他 阿吉路接到他的楼 他路追到邀大王 就驚 王那个所在去 各地望中 让主持是 便王家里 进来去 入山 十九日做成 名叫拿撒勒 就站在那个所在 这个是在 演员先 在所说的 那在马太福音二章21节呢 耶稣就起来 把小孩子和他母亲 带到以色列地去 只因听见 亚基老接受他父亲 犀利做了犹太王 就怕往哪里去 又在梦中 被主指示 便往加利利境内去 到了一座城 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里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 他将被称为 拿撒勒人业的话了 那主耶稣出生在 伯利横 但是因为 基罗王要杀耶稣 那约瑟呢 就被主所指示 那就带着小孩 耶稣跟玛利亚 逃到埃及去 那后来 那个要杀耶稣的 基罗王死了 那上帝又指示 约瑟 约瑟就带着耶稣 跟玛利亚 就来到纳瑟 就站在纳瑟 所以约瑟就带着 耶稣跟玛利亚 就回到纳瑟 就住在纳瑟 纳瑟是 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城市 是纳瑟和玛利亚 跟纳瑟的故乡 那是他的母亲 玛利亚 跟他父亲约瑟的故乡 在纳瑟福音 在纳瑟福音 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 就记载天使 在纳瑟和玛利亚 来报喜 那就记载天使 在纳瑟和玛利亚 在纳瑟向玛利亚来报喜 有言言说 他要怀孕生子 那一言他要怀孕生子 要给他起名叫亚索 所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所以就在1969年 因此在1969年 纳瑟瑟就建了一座 叫做布喜堂 那纳瑟瑟就建造了一座 叫做布喜堂 这里 布喜堂里面 就点出很多无常的国家 所上来玛利亚 跟亚索那个穿的座位 那在这个报喜堂内 就展示了不同国家 送来的那个玛利亚 跟耶稣的那个壁画 所以特典那个穿的座位 都是玛利亚 尊重这个国家的民族的学中 所以每张壁画上面的玛利亚 和耶稣都是穿上了 那个国家的民族的服装 所以我们看这个是 大肠金的香港玛利亚 所以你这一个图片上是大肠金的 韩国玛利亚的福 和耶稣 还有中国的玛利亚 还有中国的玛利亚 加日本的玛利亚 还有日本的玛利亚 所以这个是很多国家都送来 都放在那个所在 所以这个很多国家送来的这个笔画 放在那个地方 那在以撒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记载呢 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 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 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 那圣经称呼这个救主弥赛亚是支子 那西班牙文的这个支子 跟拿撒勒的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这说明耶稣呢 是从大卫的父亲耶稣所出来的支子 而这个支子呢 是在很卑微的环境中长大的 所以表示耶稣不是出世的 一个很显赫的王族 所以表示耶稣不是生长于 非常显赫的王室 也不是生长在这个名城耶路撒冷 而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平寒的家庭 而且是生长在被人很藐视的 那个拿撒勒城 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就记载 在他那边记者对立找着拿撒勒 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的就是耶稣的儿子 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人耶稣对他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所以耶稣就特别的在 人看不起的这个拿撒勒长大 这样他才能够贴近那些软弱的人 能够体会那些遭遇患难的人 而且能够连续那些拿撒在痛苦中的人 所以拿撒勒虽然是一个人看不起的地方 但是因为主耶稣站在那地方 所以因此拿撒勒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虽然我们也被人看不起 但是只要有主耶稣站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在上帝白中也就是真重要的人 所以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眼中 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那上帝爱我们 常常看过我们 他扶持我们的软弱 他攻击我们的需要 他坚固我们的信心 因为主耶稣站在我们的里面 那因为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就能够享受地上天上的一切恩典 那我们就比世上所有的人更加有福气 所以我们不要每天悠悠愁愁地过日子 我们应该很喜乐地来度过每一天 那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 那主耶稣在拿撒的传道 在路教福音三章二十三节 就记载主耶稣大概在三十岁的时候就离开拿撒勒 那他首先到越旦河受了施洗越汗的洗礼 然后到了犹太的旷野兽摸鬼的试探 那主耶稣胜过了试探之后呢 就正式打立这个传道的工作 他就正式的搭上这个传道的工作 那主耶稣传道的第一站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路教福音四章十六节 圣经是记载说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一大行的所在 在安逍里 照他变成的鬼故 接了有鬼等 站起来来讨圣经 所以圣经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那主耶稣回到拿撒勒 他就向自己家乡的人传福音 主耶稣照他平常永生的习惯 那主耶稣照他平日养成的习惯 每一个安息日都在会堂 来敬拜上帝 听上帝的位 所以每一个安息日就进到会堂来 听上帝的话 我们也就学习主耶稣的好习惯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的好习惯 我们就要养成大家 祝你来到教堂敬拜上帝 我们要养成每个主日就要来到教堂 来敬拜神 来听上帝的话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个人的私事 而忽略了我们做礼拜 每一个礼拜都是 每一个礼拜 我们应该到圣殿来敬拜 我们每一个礼拜天 都应该到圣殿来敬拜 敬见上帝 这是我们叫上帝 怕你应该心的正经 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所应该敬的责任 没有什么理由来和我们不要来做礼拜 所以没有什么理由能够阻挡我们来做礼拜 在英国有一个设计师名叫杰森 那在英国有个设计师名叫吉尔森 他设计到世界上这个帮风的礼拜堂 他就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充气的礼拜堂 这个礼拜堂是帮风的 这个礼拜堂是用充气的 大概有14公厂高 14公厂等 宽也14公厂 长14公厂 宽是7.5公厂 宽是7.5公厂 那礼拜堂里面有风情 有讲台 有等的交易 有长凳子 有十字架 也有十字架 都是帮风的 都是充气的 这个帮风的礼拜堂冠本是就让人结婚的 那这个充气礼拜堂原本是借给人家进行婚礼的 把礼拜堂送到新人的门口 把这个礼拜堂送到这个新人的门口 所以那些新人不需要离开他们的家 就能够在那个充气礼拜堂里面来结婚 所以这个杰尔森就说呢 他说如果有人不愿意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礼拜 就把这个充气的礼拜堂送到他家门口让他去做礼拜 可是问题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做礼拜 你把那个充气礼拜堂送到他家门口 他也一样不要去做礼拜 那问题不是礼拜堂远不远的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愿意敬拜成的那个心 那我看我们在座这礼拜的人 那这里有住也住在一顺的 那这里有住也住在一顺的 有住在三八旺的 有住在三八旺的 有住在乌鱼的 也有住在乌鱼的 也有住在乌鱼的 那也有人站在百万顶里来坐礼拜 也有人甚至从百万镇来这里做礼拜 你知道百万镇在哪里吗 你知道百万镇在什么地方吗 在新山 从新山来到这里做礼拜 他们也来做礼拜 那这里也有住在很靠近地方的人 我们有站在乌鱼的 住在乌鱼的 有站在丹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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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巴斯利的 住在巴斯利的 有一个家站在我们的家居的 还有一家住在我们教会的隔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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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来做礼拜 他们都来做礼拜 没有那个恐慌还是君的问题 所以就没有所谓眼镜的问题了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关于敬拜神的心 所以很多人找借口不要来做礼拜 所以有很多人找借口不要来做礼拜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 他们就找很多的借口不要来做礼拜 就这样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慢慢就会了 那因此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慢慢的就疏远了 他们的生命也出了问题 结果他们的生命也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离开上帝的 离开上帝所付的代价太大了 那离开了上帝呢 你所要付的代价是太大了 这是非常痛苦的 这是非常痛苦的 我们要紧紧地跟紧上帝 说我们要紧紧地跟紧上帝 我们要依靠上帝 我们要依靠上帝 不论你住在多近或者多远 我们每个礼拜都来敬拜上帝 让我们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 让我们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 让我们一生能够蒙恩蒙福 第十七节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个所在 这就说十八十 主要人在我的心情 因为他因果没话 叫我看好因果送胸的人 轻轻我报告比利亚的讨论 七名的这就看起 叫那些收约的这就自由 报告上帝 入了人的习连 地十七节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出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猜浅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 愿纳人的喜年 那过去主耶稣进到会堂 是听那些老师来解经 现在他却站起来读经 有人就把以赛亚的书卷交给他 他就打开这个书卷 迁到以赛亚书 六十一章第一节 他就打开书卷 翻到以赛亚书 六十一章第一节 就是我们刚才十八节所读的 这段经文是先知以赛亚 五元以色列辈子 那这一段经文是呢 先知以赛亚义员呢 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 他们将要从被掳到巴比伦呢 得到释放 所以先知以赛亚的义员 后来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耶稣呢 是神用圣灵的恩高的 所以以赛亚义员的义员呢 那耶稣在地面上呢 所要做的工作呢 第一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首先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就是把福音传给那些在属灵上面贫穷的人 以及在神的面前不贫穷的人 第二呢是被死被掳的得释放 就是释放那些被撒旦夹制的人 第三就是瞎眼的看见的 他在和世界上的冲了心白的人 就是医治那些被世界的神呢 弄瞎了惊眼的人 就是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 投放那些被罪恶捆绑的人 那主耶稣到世上来呢 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撒旦的捆绑 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那世上呢 被撒旦捆绑的 把我们释放出来了 让我们这种方式的华名 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 这种真正的自由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净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那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净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主耶稣对他们说 那主耶稣对他们说 先自以赛所无言的弥赛亚 那先自以赛亚所依然的弥赛亚 已经应验在他的身上 就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 耶稣是故意圣经无言和无表的对象 所以耶稣是旧业圣经预言和预表的对象 救恩是对耶稣出来 所以救恩是从耶稣而来的 二十节 对象就将窃振起来 交给习书 就接下来 会等的人都住不快 那他于是把金卷 卷起来交还给执事 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那耶稣读了经文之后呢 就将窃振起来交给习书 就把那个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 就坐下来教导他们 那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的看着他 为什么要专心定睛看着他呢 就是要专心听他的教导 就是要专心听他的教导 就是专心来听耶稣讲道 定睛看他就是专心的要听他讲道 那一个人是不是专心听道 那你从他眼睛看定睛在什么地方你就知道 我们的眼睛注意定睛在什么地方 有些人喜欢东张西望 有些人就看他的手机 有些人在梦游 所以你的眼睛定睛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的眼睛不是看着讲台 我们就是没有专心听道 那如果你不专心听道 你就对上帝的道不了解 你甚至会误解了上帝的话 你甚至会误解了上帝的话 刚才张牧师说 那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不了解 那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不了解 我们随便按家庭的意思来说来诡识 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的话 我们没有经过训练 没有经过训练 没有经过看那个杂经书 我们没有参考那些解释书 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说 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你如果误解了圣经 这个问题很大 那问题就很大了 有一天 那有个富翁呢 他嵌到他的狗在公园里面散步 突然间一个杀手 就牙匆就冲出来 突然间有一个杀手都拿着枪就冲过来 就双双开车转 不翁的狗就打死了 就双双两声把那个富翁的狗打死了 不翁一声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狗 那富翁很声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狗 这个杀手就忍笑着说 那个杀手就忍笑着说 就指着地上的石狗说 就指着地上的石狗说 就指着那个石狗说 哈哈 他说哈哈 有人出国百万 叫我出你的狗命 那有人出五百万 叫我取你的狗命 你们反应很慢 哈哈哈哈 不翁就发现说 这个杀手太不够够了 所以这个富翁就发现了 这个杀手杀错了 他杀错了狗 狗命应该是狗 不是狗在这狗 狗命应该指的是他 而不是那就是狗 所以富翁就很激动了 就压着那个杀手的手 对 那个富翁很激动的握着 那个杀手的手说 说你的狗人类生死 是什么人 我要给他一个大红包 你的乙文老师是谁啊 我要发给他一个大红包 不知道是这个杀手的狗人类生死 教得不好呢 那不知道是这个杀手的乙文老师 教得不好呢 这个杀手 结果他没专心上课 还是做这个杀手的过去 他没专心上课 他误解了狗命 这个意思 那他就误解了狗命的意思了 这个误解 救了富翁是命 可是这个误解 却救了富翁的一命 有时候误解 会害了自己的人命 可是有时候误解呢 会害了人的命 如果我们没有专心听到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专心听到的话 我们也有定心在讲台上面 我们就误解了圣经的意思 我们就误解了圣经的意思 虽然误解了圣经的意思 虽然误解了圣经意识 不会害人的命 可是却害了人的保贵灵魂 却救得救 可是却会害了人保贵灵魂 有时候就问你圣经的问题 那如果有人问你圣经的问题 那你却答不出来 还是你乱说一通 或者是你胡乱的说一通 最后很多人怕走不敢来圣耶稣 所以你就把很多人吓走了 不敢来圣耶稣 所以误解 所以定经在讲台上 你专心听到 你专心的听到 对你的属灵的生命 对于你的属灵的生命 以及对白人圣耶稣是大有帮助 以及对别人圣耶稣是大有帮助的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正能让阿罗以变弃基于 嘴中所出的恩怨 他说这不是耶稣的侠吗 所以众人都称赞他 又欣识他口中所出的恩怨 又说这不是耶稣的儿子吗 因阿罗耶稣的教导 他们称赞耶稣的教导 因欣赏耶稣的口才 他们欣赏耶稣的口才 可是呢他们对他的教导却没有兴趣 因为耶稣是玥瑟的儿子 耶稣出世的儿子 那耶稣的出生很卑微 他们就不肯听耶稣的教导 那耶稣是无所不知的 那在这些人还没开口之前呢 那耶稣已经知道他们要用当地的俗语啦 那耶稣已经知道他们要用当地的俗语啦 对他讲 他们说医生啊 你医治家基吧 他们说医生啊 你医治自己吧 意思是说你带生搬禅家基人吧 那意思是说你先帮助自己的人吧 在耶稣的目中 那在耶稣的眼中呢 那些人就是医家基人 那些人呢 就好像他们自己人 所以耶稣知道在家基家康 所以耶稣知道呢 在自己的家乡虽然不受欢迎 他还是关心家乡人的宝贵的灵魂 他还是关心家乡的人的宝贵的灵魂 所以他就先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也是要不受任何困难所阻扰呢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福音传给我们家中 亲爱的人 传给我们最好的朋友 传给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同学 那神把你放在他们中间是有目的的 那神把你放在他们中间是有目的的 那上帝要你关心他们 把那机会中学英来传给他们 把我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 25到27节 25到27节 我对你们共识位 等一二季的时候 天堪拍了三年 凶六个月 变回大件事 那时一场有很大空 一二季并没有向切翁银一个海外 只切翁银一个海外 三十三个海外 先到一二三季的时候 这场有很多东西 但来中,除了苏利亚国与乃曼,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清晰。 那耶稣举这两个就业的例子, 这就说明以色列人拒绝神所差来的使者, 所以神就差派他们去帮助两个外邦人。 那现在耶稣是福音的使者, 可是拿撒的人却拒绝他, 所以他们就像历史上一样的失去了神的救恩。 所以救恩就因此传给外邦人。 那我们这些都是原本是以上帝无分的外邦人。 因为犹太人拒绝耶稣, 我们才有分于上帝的救恩。 那上帝爱他的选民以色列人。 所以上帝也爱我们这些外邦人成为他的儿女。 上帝拯救我们。 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跟以色列人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以色列人无法接受的。 因为上帝是公正的。 上帝没有偏袋人。 所以你不要再怀疑上帝了。 你不要觉得说上帝爱他不爱我。 或者上帝给他比较多,给我比较少。 是我们自己的心不正。 是我们自己的心不正。 是我们的心不知足。 以及我们的恩典所造成的。 上帝给每个人的恩典都是一样的。 那上帝行在每个人身上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想想为上帝所给我们的儿感恩。 所以我们常常要呢, 以上帝所给我们的儿感恩。 而不要为那个没有的儿呢, 伤心。 如果你爱上帝, 你遵行上帝的话。 上帝就会按他的时意和时间。 那上帝就会按他的执意和他的时间。 将你所求的。 把你所求的。 甚至你还没求的都会输给你。 甚至你还没求的,他就赐给你。 二十八到三十节。 二十八到三十节呢。 过等的人请进这个位就收起。 就起来抓他出乘。 因为乘坐在山顶。 他带到山顶。 他将他堵下去。 他屈对他们勇敢提起。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 就怒气满胸, 就起来撵他出城。 他们的城罩在山上, 他们带他到山崖,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从他们中间执行过去了。 会堂的人听见, 说上帝班党外帮人。 那会堂的人听见呢, 耶稣说上帝帮助外帮人。 他们就非常生气。 因为犹太人认为, 上帝的恩典, 救我们犹太人的藏着。 因为犹太人认为呢, 只有上帝的恩典, 只有我们犹太人能够得到。 外帮人是没有份的。 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是假先知。 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是假先知。 就按照犹太人对待假先知的做法。 他们就要照做呢, 犹太人对待假先知的做法。 就把耶稣带在那个山崖, 要把他推下去。 而且还要向他扔石头, 把他打死。 所以正当众人要把耶稣推在那个山崖的时候呢, 圣经说耶稣对他们中间在驾, 就出去离开人了。 那圣经说, 他就从他们中间执行就过去了。 那这有两种可能的情形。 第一,耶稣驾出神连。 第一是耶稣驾出神迹。 第一是耶稣驾出神迹。 就穿过他们中间而执行过去了。 第二是耶稣驾出他的威严。 第二是耶稣驾出他的威严。 对他们中间,对他们驾出, 从他们中间就执行过去了。 可是没有人敢拦住他。 可是没有人敢拦住他。 大家都拦着他,给他驾出去。 他们都让路让他过去了。 实在,如果耶稣无关理, 那如果是耶稣不愿意, 没有人能够抓住耶稣。 可见主耶稣为了我们 为了爱我们 为了拯救我们 为了拯救我们 那当耶稣的时间定了之后 他最后就愿意为我们放弃祂的生命 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耶稣离开那撒勒 刚才我们说到主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传福音 可是家乡的人不信 耶稣就离开家乡到别的地方去传道 马可福音六章第一节 讲到耶稣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门徒也跟从他 所以大概过了一年多 那耶稣又回到自己的家乡 拿下了去传道 这时候有一些门徒就跟他一起回家 第二节说 到了安息日 他在会堂里教训 众人听见就慎其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情所赐给他 是什么智慧 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义能呢 那耶稣照他过去的习惯 到了安息日就在会堂里面 用上帝的话来教训人 那众人的反应是跟第一次一样的 他们对耶稣的教导觉得很稀奇 那觉得他的话很有智慧 那也稀奇呢 耶稣在别的地方医病赶过 他们说这不是那木匠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 耶稣犹大七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 那他们认识耶稣是个木匠 他没有受过什么很高的教育 他的妈妈他的兄弟弟妹都在我们这里 那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 虽然他很会讲道 他会赶鬼他会医病 他们就厌弃他 他们就厌弃耶稣 他们就厌弃耶稣的出世 他们轻看耶稣的出生 因此他们就失去了上帝的救恩 因此他们失去了神的救恩 那有时也相当看不起人 那我们常常也是看不起人 我们只觉得我们比别人好 我们自己就慢慢骄傲起来 我们渐渐的就骄傲起来了 我们就咕着别人所说的所做的 所以有三个很骄傲的英国人 所以有三个很骄傲的英国人 他们知识自己的射箭的技术非常的好 他们谁都不肯认输 所以他们就决定我们来比试一下 他们就找了一个网友在头上顶 来帮那个苹果当剑拔的人 他们就找了一个愿意在头上顶着苹果当剑拔的人 那第一个人拿起的弓呢 就射出去 那剑一射出去呢 直接丢那个苹果 就自己寄中那个苹果 旁观的人都能在那边拍手称赞 这个人就骄傲说呢 他说我是罗宾汉 我是罗宾汉 所以第二个人也拿去那个金 那第二个人也拿去攻来 那剑一射出去呢 那一剑就射中那个苹果 哇 这个人也拍手 哇 这个人也拍手 这个人也拍手 这人也拍手 称赞 所以这个人也骄傲说呢 这个人也很骄傲说呢 I am king 阿特 我是阿塞翁 那个我是亚瑟王 第三个人也骄傲 骄傲的那个金 那第三个人又骄傲的拿起那个攻呢 一剑射出去呢 直接那剑射到那个人的头 就直接射中那个人的头 那个人就倒进去死了 那个人就倒下去死了 所以那些人就紧拍谁咯 这个人就非常不好意思咯 就地下说 I am sorry 对不起 I am sorry 我对不起 对不起 我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 I am 刚刚刚的 I am 没想 这个 I am 跟前面两个 I am 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太过骄傲看不起人 所以有些人如果太过骄傲看不起人呢 可是有些人是骄傲自卑 可是有些人却太过自卑 骄傲的人就让人很骄傲 那骄傲的人呢使人很难以清净 自卑的人却不接纳自己 可是自卑的人却不能够接纳自己 有人就说骄傲的人失去朋友 所以有人说骄傲的人失去朋友 自卑的人失去自己 自卑的人却失去自己 那骄傲的人却不看不起主耶稣 所以我们不要像那骄傲的人那么骄傲的 愿意去行道 第四节 第四节 他讲同样的话 他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 不受欢迎 那先知是为上帝讲话的 所以拒绝先知就是拒绝上帝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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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读 那老虎传道教教党人的 当主的家乡的尊敬 无论说话的人是谁 只要他是传讲神的话 我们都应当尊重他 那我们不要看他出身的卑微 看他没有学问 看他没有地位 就看不起他 我们就藐视他 就拒绝他的教导 我们如果凭着外貌来认识主的仆人 那就会拦住我们领受上帝的话 会使到我们的生命呢 就失去了主的话语的喂养 第五到第六节 耶稣就在那里 不得行什么异能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 治好他们 他们也诧异他们不信 他也诧异他们不信 去往周一乡村教训人去了 所以耶稣不愿意在那些不信他的人的当中 行很多的神迹 在西班牙书十一章就六节说 我们一起读 人会有信就不能得神的愉悦 信心是我们经历上帝带领的大生的条件 那信心是我们尽力神的大能的一个首要的条件 很多人因为不信 那因为他们不信就拦阻了神的大能 那那些不信的人就很稀奇 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我们能信 那他们以为我们是迷信 而我们更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不信 他们明明看到上帝的作为 他们还是硬着心肠的不愿意信 那耶稣家乡的人不信 他就往别的地方别的乡村去传道 那当耶稣这次离开之后呢 一直到他从十里复活呢 他就没有再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 那我们传福音 也不要因为别人拒绝不相信而灰心丧志 这些人如果不听你传福音 你就去别的地方传 我们要学习克服任何的困难 就是不要停止传福音 那有个农夫呢 他有一只驴子 那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很酷看的那个井里面 那农夫就想很多办法要救这只驴子 那过了几个小时呢 那这只驴子在井里面不停的哀叫呢 那最后农夫就决定帮这只驴子了 那最后农夫就决定放弃这个驴子了 既然叫没起来就放弃了 既然不能救上来就放弃了 就请了几个工人来呢 就要用泥沙来铲进井里要把那个驴子呢 埋了 要把那个驴子也埋起来 那样把驴子的痛苦 会减轻驴的痛苦 希望这样能够减轻驴子的痛苦 可是当这些工人把那泥沙铲进井里面的时候呢 那个驴子反而安静下来不叫了 那农夫觉得很奇怪 就用紫来看 他往井里面一看呢 就发现当这些工人把泥沙铲进井里落在那个驴子的身上的时候呢 这个驴子有越辛苦让那个驴子落在下面 那驴子就抖动他的身体把泥沙就抖落下来了 然后就站在泥沙的上面 一直这么下去的 慢慢的这个驴子越来越高 所以慢慢这个泥沙距积越高 那这驴子越站越高了 站到那个顶口不远的时刻 所以一直站到那里井口不远的地方了 这个驴子一跳呢 就跳出那个驴子就跑掉了 就从井里面跳出来跑掉了 原本这个刷是要来埋葬这个驴子的 所以原本那个泥沙是要埋葬这个驴子的 却帆盏驴脱离困难 可是却帮助这个驴子呢脱离他的困境 但有时也轻轻这些驴子 那我们有时候也像这个驴子一样 落在古代的死里面独到困难的时刻 我们落到这个窟井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甚至有刷要让我们吃 让我们掩盖的时刻 所以甚至有尼沙要把我们掩盖了 所以我们不要在那里喊声叹气的呢 我们要依靠上帝 把困难化成力量 相信上帝班长你一步一步突离人生的国际 所以相信呢神会带领你呢 一步一步的离开人生的枯井 诗篇第十八篇第十八节说 我们一起读 我教义灾难的时刻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话口 无论是传福音 无论是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我们都要依靠着全能的上帝呢 祂会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祂会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最亲爱的人 那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悲观感谢你的文殿 国际传给我们来签名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信亚书 我们需要来团